我们来看一下俄乌的最新动态 请教一下率将军 先是7月15号 乌克兰的海军发言人很开心告诉大家 俄罗斯黑海舰队最后一艘巡防舰 已经从克里米亚撤离了 之前黑海舰队不是不断传出噩耗吗 最后一艘也被打离开了 然后这个船也告诉你是什么船 它的长 宽 排水量都写清楚 那这个讯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别的管道 好像确实是如此 这也不是它掰的 是真的 那是反转了吗 以后俄罗斯到了克里米亚 就一定要经过乌克兰的同意吗 是这样吗 战场从这里开始有大反转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现在F16要到了 那俄罗斯以这个石油巨头 民间已经开口 第一个击落的俄罗斯军人 可以获得奖金 奖金1500万卢布 折额台币是123万人民币 过去像什么坦克新型武器 西方来的时候 它也都有悬赏 那当然还有一个小反转 就是7月16到24 这个亚美尼亚高加索国家 跟这个美军举行的联合军演 大家知道它跟这个俄罗斯 错综复杂的这段历史 那到此刻为止呢 这般结局 今年的6月份 退出了由俄罗斯主导的 集安组织 然后呢就到了这个 等于是抛弃俄罗斯的概念 对俄罗斯非常失望 感觉上呢 一个又一个 帅将军觉得呢 这个俄乌战也好 这个普丁大地的位置也好 有反转的迹象或可能吗 这个东西啊 我们先讲这个舰队好了 现在上一次 它那个摩斯科大公号被击沉了 我就有那个感觉 我上次在别的电台也讲过 航母的时代 再过几年就可能会没落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反舰飞弹 越来越进步 你看啊 有打到太空里面 然后以二马赫的速度往下砸 里面不要炸药 广是一个乌钢弹头 就可以把你航母的钢板砸穿 引起爆炸 这是一个垂直的 因为它垂直往下坠的时候 修正比较容易 你船是动的嘛 它修正比较 有很长的时间修正 所以那个精度会很高 第二个就是传统的用弹道 四十五角度这样子来 打你的反舰飞弹 更可怕的 现在还有一种是 贴了海面过来 常常在你雷达死角 已经接近你了 到你雷达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用防弹的这个快炮来拦截 飞弹拦截已经来不及 还有水下的 所以船越大 航数比不过飞弹 比不过飞机 比不过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的劣势就出来了 摩斯科在这边的舰队就是一个例子 它何尝不希望能够控制这个海 从舌岛被乌克兰拿走以后 它的舰队就没有能力再把它夺回来 因为你舰岛已经丢了 你所有出口的航支都会受舰岛火力的封锁 所以这句话是有点夸张 说俄国的粮食精确要乌克兰统一 但至少俄罗斯在这边的势力没有了 海上的这个控制力没有了 所以第二个呢 亚美尼亚这个事情 亚美尼亚跟亚塞拜安里面打得没完没了了 照例讲亚美尼亚认为 我跟你俄罗斯签的有吉安 就是协议了 你应该帮助我 结果俄国人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的意见 因为可能俄国忙在对付乌克兰 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在这边开闭一个战场 这是他的考量 但是亚美尼亚已经很不赖反 因为中间有很多次 两边的矛盾 所以干脆投靠美国 因为投靠美国它有权力可循 很多当年华萨公约组织的国 投靠了北约 投靠欧盟 这个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 这东西也很难讲 过两天又 对亚美尼亚来讲 这是条安全的路吗 不一定了 那种小国可以在两边走来走去 只要普丁不记恨 他过两天又回来 不一定了 因为这小国家在夹缝里面 谁对我有好处我就那个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川普说我跟普丁私家谈 对 这两个才是真正的 全世界在插了蛋 欧洲很多国家就在 现在就在盘算 我怎么应付以后的川普局 他说不要不透过第三者 他不透过第三者 因为直接谈了 因为商人可以最后 你看我们古时候商人要在袖子里面谈 不让人家知道 他有中间人有泄密的 因为谈判中间有拉锯的 有娶有舍的 那你在谈判中间还没有达成协议 消息出去不是引起全世界的哗然吗 谁被卖掉 这感觉上是我不知道台海 台湾被交易掉 在俄乌 乌克兰可能被交易掉 当然可以被交易 美金走回家还在告诉美国说 我还不够还要六百亿 没完没了 我们到底为他付出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目标是什么 因为这个副手跟川普两个都是门罗主义的 就是说我关了门做皇帝就好了 我管你那么多 天下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你要我管闲事可以付钱 付到我满意我管你 因为他真的发现自己家大业大 但是撑不住这么大的帝国了 罗马是怎么崩溃的 罗马就是因为到处扩展土地 到处养了很多军队 养到自己垮了 财政垮了 美国现在何尝不是这样 大西洋 太平洋 北冰洋 南极海 他都要派部队 而且他发现说部队越大 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没问题 那个时候国家有钱 现在养这些老船 老舰维修补保人员 人吃的马喝的 这个飞机要用的不得了 所以你看现在 以色列那边也在跟他要 乌克兰也在要 要到自己没有了 还叫欧洲国家扫货给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战争这个东西不划算的 川普怎么会不知道呢 自己查他自己国会 每年送了多少钱去 拜登很贼 国会通过的钱我不能过 我用总统的行政命令 三亿四亿美金 多少亿美金 分批的给 就川普上任后全拿回来 还加利息呢 不是 现在问题就是说 他的主张是 American great again 那最现实最快的就是 关税收的钞票 保护费收进来的钱 企业工业回流 它是可以制造一个 很快恢复的一个假象 但是长远的来看 你破坏了自由贸易 你美国经济也起不来 对但是看起来川普入主 白宫的几率真的是很大 越来越高 所以全世界都要做好 要应对川普回归的一个准备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好气色